东图菊斯坦自愿者组织协会负责人布仁汉阿克索伊访问了东图菊斯坦信息中心和首席执行官阿布图吉利利·卡尔卡西 采访中阿布图吉利利·卡尔卡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并详细介绍了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图菊斯坦千疮百孔遍体鳞伤血淋淋的现状 布仁汉阿克索伊听到这些汉人听闻惨无人道的事实后说 听到这些事实 我们感到无尽的焦虑 我们坚决不能容忍这些事件的发生 人性 真理在哪里 是怎样的破坏 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种人为悲剧 所谓的人权和民主捍卫者在哪里 我们将永远同维吾尔人在一起 最后 东图菊斯坦信息中心首席官阿布图吉利利·卡尔卡先生 对此采访表示了感谢 据哈萨克斯坦最新消息 哈萨克斯坦副部长将于4月17日前往乌鲁木齐 讨论东图菊斯坦哈萨克人的问题 内政部长表示移民政策的官僚障碍将被取消 并延长正常化工作效率 哈萨克斯坦电视台报导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已经批准了新的移民法 民众早已期待这项法律 此法对在中国入侵者占领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图菊斯坦哈萨克人更加有利 据哈萨克斯坦电视台报导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批准了民众期待已久的新移民法 因为在中国入侵者占领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图菊斯坦生活的哈萨克人 可以无条件地移民到哈萨克斯坦 免受入侵者的欺压破坏 由三名希腊人组成的帆船队从爱琴海东部福尔尼岛出发 航行至安多夫托斯岛 并把希腊国旗插在该无人岛的礁石上 土耳其总理16日称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已将爱琴海东部 安多夫托斯岛上的希腊国旗拔掉 由于持续6年多的内战 数百万叙利亚人逃离了家园 希腊在欧洲属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 叙利亚人正在寻找回归本国的途径 可在西方盟友对叙利亚的攻击之后 无法回归被迫留在原有环境中继续生活 近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家星巴克咖啡连锁店 两名黑人男子突然遭白人警察逮捕 这一过程被其他顾客拍下并上传到网络 视频随后被疯狂转发并引发抗议活动 当地时间16号 由于连日的抗议活动 涉事的费城星巴克店已被迫停业 星巴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就此事发表公开道歉 本文字幕志愿者是指教的